三十二平的新手务是一家五口未来的家 五主提出塑造温暖空间 大量收纳机能 并满足一家五口同时上住用餐的需求 在众人期盼之下 展开了改造之旅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将告诉大家三大重点 我们会先介绍比比吉士的收纳空间 以活泼色块点缀北欧风区家 最后是舒适机能生活空间 一家五口居住的生活空间 需要强大的收纳机能 客厅电视墙上下设有收纳柜设计 为了使空间更加湖泊 与上下柜体之间加入蓝色造型层板 展示与收纳并存 卧视场域则将床架下方空间加入收纳柜 满足五口之家收纳机能 公里域墙面为白灰色拼接 简约设计不有沉浸感 为了使整体空间增添活泼氛围 在电视墙上加入蓝色层板 塑造公里域视觉焦点 卧视内部则延续客厅蓝色调 使整个加州具整体感 公里域以浅色搭配蓝色塑造器 活泼又简约的视觉感 玄关连接客厅的转角设有L型展示平台 可依需求摆放展示 餐厅与客厅为开放式设计 就算摆放能容纳一家五口的餐桌 也不觉得拥挤 一家五口的三射品北欧宅以色快 营造温馨布袋版的空间 将北欧风元素结合生活机能 营造最符合一家人的幸福成遇 中文字节目 字幕作 forum